康熙調查局今天將針對十名 演藝圈已婚的男星進行調查 到底誰虧是對迷人的男星呢 敬請拭目以待 黃志忠 是 你覺得自己在哪一段 以我那個 私底下跟大家交際的手腕來講 可能是前三名吧 對 真的... 好 妖怪 我們先看第五名 好 我們看一下他們這個第五名 互相預測第五名 是誰 請看 是誰 是誰 至終... 至終... 謝謝你幫我 至少在中間 唐志忠確實至少在中間 至少在中間 所以唐志忠 唐志忠你覺得 你覺得高三豐會比你分數高 還是比你分數低 這是個好問題 因為我的預測並不是很準 我給他第一名 但是我相信大家給他的分數 可能是在八九之間吧 好 我們看一下 現在互選的第四名是什麼 好 我們看一下 第四名是 謝謝 Bambi 唐志忠高一名 所以瘦一名 你覺得你不在前三名嗎 我比較擔心 因為我講一算 因為我給人家感覺上 我這個又不像他們這麼 受人家尊重嘛 是不是 然後我跟他們又有點距離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 我覺得我第六名 第七名我OK的 但是你在年紀大的人當中 算是帥的耶 帥的身材好 真的 我跟他們都同輩分 同班同輩分 所以如果照你們年紀大的人 那個分數比較前面的話 邏輯上應該是 宋一鳴會應該前面的人才對 對不對 我不敢想 馬國畢 你覺得你在哪裡 我覺得應該在第七名第八名吧 就像那個劇哥講的 所以如果你不墊底的話 那你覺得誰墊底 應該 我跟潘若迪找位小老弟來是不是 我跟他一個墊背 我還滿想說有玉琳哥啦 還不知道誰他可以來墊底 今天一看默虛爾的 對名都推給我就 你覺得潘若迪會不會墊底 他老師不會 潘若迪不會 他體力 他體力比我們這些六年級的 都還要好 潘若迪不會墊底 我覺得我會墊底 你不會 對 因為你還是有吸引力的 對 我跟你們講 前三名其實有一點競爭 因為我跟你們看第三名是誰 你就知道前兩名有多難 來 我們看第三名 好 請看第三名 我是給曲宋人第一名 沒有...其實剛才第五名 第四名揭曉以後 我就已經沒有信心了 所以如果曲哥才第三的話 前兩名是誰呢 一定是輝哥 搞不好是侯昌明 沒有啦 只剩昌明 昌輝哥 男藝人的投票其實跟外面的人 是會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五十名 女藝人的投票 你分數會比較高對不對 也不會 我覺得我在那邊中斷 我自己是這樣想 高三豐 你覺得你在前面還後面 前面 前面喔 你覺得你在前面喔 對啊 為什麼 沒有 就是 突如其來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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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男生互選的第八名是誰 我們看一下 第八名是誰 D D 高三豐距離Jason有一段名次 我覺得那很正常啊 因為畢竟Jason訪問過林書豪 我還沒有 這什麼關係啊 有關係 真的 我覺得 對啊 因為講真的語文能力 他一定會被女人那個納入 真的喔 好 那我們看一下第七名 好 我們看一下 第七名是誰 你自己說第七名還滿準的 很準 你剛剛說不定還不錯啦 還不錯喔 最起碼還有一套三顆 沒有叫到最後面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男生互選的第一名是誰吧 準備好了嗎 你們覺得第一名是誰 歡迎… 請看 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是男生互選的 然後一天開我第一名 然後小孩子面有難色 沒有 我只是想要吃一下 投資而已 因為你就是被他們認為 很穩重 好像選你是分數比較安定 而且颯風天那麼多對不對 他們家要種一些什麼菜啊 不是因為你年紀最大 好來 我看看第二名吧 傷腦筋的時間到了 第二名到底是... 誰啊... 請他 好... 好... 還有大家很正好 所以宋一鳴... 宋一鳴 你覺得你會到很後面嗎 沒有 如果大家這樣選 選最後一名我也接受啊 我覺得OK啊 我覺得你現在開始有點不高興了 不會...完全不會 那你就跟上次 我們調查結果差很多耶 你知道 圈內跟圈外的看法 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你知道嗎 這個... 你覺得他們嫉妒你 不會啦 因為...你看我同學 不過選我第三名嘛 應該給你第一對不對 我給你第一啊 謝謝... 好... 我覺得第一名好像... 宋一鳴如果... 宋一鳴如果墊底會翻臉嗎 不會...翻臉 我就尊重大家的選擇啦 他一直在講鬥氣的 不會...真的不會 應該不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六名是誰吧 第六名是誰 請看 OK啦 還算是中間的 就勉強透過前段翻臉 對 我們只剩下兩個人了 就是... 潘若迪 現在大家都來用藝術 根據最後的統計結果 謹慎亮者還有潘若迪兩位女人 到底誰會電敵 趕快回到現場看看 謝謝... 我們一位三位好男朋友 潘若迪要不要... 他第九 第十嘛 我們就最後一個啦 兩個都黑黑撞撞的喔 對 我是覺得OK啦 可是潘老師你有什麼好最後一名的 對啊 其實我沒有... 因為我最後一名是因為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我啦 好 我們看看第十名是誰 最後一名到底是誰請看 亮者 這沒辦法 沒辦法 這就像夢幻隊 必須要帶一個比較年輕的去 就是這個道理 我幫亮者 我覺得大家因為不太了解他 倒不是故意把他民視 可是因為給亮者最後一名 感覺是因為他知名度不高 可是給潘若迪老師最後一名 所以其實第九名 其實第九名真的沒有好 我覺得潘若迪第九名很傷 我也覺得 不會...我覺得我OK耶 我是真的覺得我OK啊 因為其實這個... 你輸給高山峰是什麼意思啊 沒有什麼意思啊 你明明就是好老公啊 他本身就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 你也輸給馬國畢 壞壞女生會講 我跟你講...其實很多人喔 沒關係 很多人覺得... 很多人覺得 覺得你無聊 對 覺得很無聊 應該要很... 那我就不太... 好 所以... 因為男士不太需要 把這個放在心上 因為是你們互相選的選擇 所以等一下那個 我們問的50位圈內的女明星呢 可能他們的投票 對你們來講意義比較大一點 那個比較重要 然後依照這個 我們康熙調查局過去的慣例呢 我們本來會在網路上面做調查 然後呢 在網路上面的表示說 是非演藝圈的人 對於你們的印象 可能也很重要 可是這一次的這個 康熙調查局 我們換了一個方法 因為我剛剛講到說 婚後的男生 有時候變成植物 有時候變成礦物 你們的鬥志在下降當中 所以為了激發你們今天 要面子的鬥志呢 我們現場找了50位妹妹進來 好 我們現在歡迎他們進來 謝謝 藥內投票金頭歡迎 金頭太硬了 太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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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考試調查局架上版 除了男明星們 蕭伯利率側擊 50位圈內女女性進行投票之外 現場跟邀請來了50位 各行業未婚女性朋友們進行投票 究竟現場十位男明星 誰能勝出呢 馬上回到現場看投票的情況如何